9月17日晚,雅月中南高雅艺术,进校园之大型交响和唱通的转兵组歌,其中国名曲欣赏G2018集迎新音乐会,在中南大学南校区礼堂上演《龙与迷路城市红网时刻》9月19日去,通讯员刘洋陈基燕宁成名记者, 彭霜民9月17日晚,中南大学南校区礼堂灯火辉煌,作无虚习,一场别开生命的美与第一课,雅运中南高雅艺术进校园之大型交响和唱,通的转兵组歌,其中国名曲欣赏G2018集迎新音乐会,在这里上演中南大学校党委副书记蒋建香,与2018集新生一起欣赏的音乐会, 本次音乐会,中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中心中南大学,湖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,湖南省演艺集团,湖南省音乐家协会主办,著名指挥家,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音乐总监于海, 九歌合唱团,共同为观众献上了一部以弘扬长征精神为主题的辉煌乐章,艺术家畅想红色经典,在音乐会开始之前, 由推动国歌逆法的著名指挥家于海指挥全场观众合唱国歌,音乐会上半场, 为观众带来了大家非常熟悉的中国名曲,下半场则是国家艺术基金项目, 大型交响和唱通的转兵组歌,其中通道转兵组歌曲才于红军长征初期, 在湖南通的转兵西晋贵州,从而挽救红军,奠定遵义会议基础的重大历史事件, 一首首澎湃昂然或清新婉转的歌曲,再次唱响那段难忘的红色经典, 再现了中国功能红军长征,从挫折走向胜利,那伟大转折,第一部的光辉奇迹, 青年南中英歌唱家周南,在此次音乐会的组曲中演唱了大家最为熟悉的, 父亲的草原母亲和共青团圆之歌,以及本场音乐会, 唯一的一首南中英歌曲《继音烈》演唱荡气毁肠,壮怀激烈,令人心潮澎湃, 歌唱家们的精彩演绎,让同学们心潮澎湃,歌唱家们的精彩演绎, 将观众带回到红军长征的艰难岁月中,粉末也金研究院, 2018节王同学在演出后接受采访时说, 欣赏了交响和唱,通了转兵吐歌, 仿佛红军血战相将惨烈画面就浮现在眼前, 我们要铭记历史,继承先烈的革命精神,将红色基因传承到底。